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晚上又和大家做桑普论证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廣告 利用SoFanser Function 赞助支持课金给本人 多谢各位 也希望大家 多些捧场 多些转发给一些 想看的人看 还有 最重要的 就是利用Patreon 能够每月定期 小额 能够帮助到 我继续我的事业 我们今天讲什么呢 国际新闻 通常我们都讲到香港法庭的新闻 中国新闻 但这一单新闻 既跟 香港有关 跟中国有关 亦都跟美国有关 因为美国 很多谢 美国所有的众议员 跨党派 无论是共和党的 民主党的 都是 基本上一致地通过一个法案 众议员 如果真要快速通道去pass的话 要三分之二 才可以pass 是基本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支持 通过了 是3月13号 这个重要日子 就是什么呢 Bang TikTok 中资控股的这件事 说清楚 是禁止中资抖音 但并不是禁止抖音 明白 他反对有中资 置之挑动 去控制抖音 但逼不是反对抖音本身 因为要区分两个问题 一个是中资控股的国安风险 这一点要 剪断 但是抖音本身 当然有他的精神毒害 我经常都说 是精神分泰利 精神软性毒品 精神弱化的社会风险 这个由市场选择 公民社会引渡 这个不可以用法律强硬去逼的 OK 我们做 评论的 当然我们说 劝大家不要看抖音 抖音 一开 父母白养 对不对 这个是真的 但你不可以说 用法来禁止一个这样的平台 喂 这样有问题 如果你要按照这个道理的话 你觉得 苹果日报不对 禁了它 突然觉得这个 经济日报不对 又禁了它 不是这样去处理问题 我们希望大家要明白 违法 是一件事 不合理 有慢性的影响 可以通过公民社会的 这件事 美国众议员是搞得很清楚的 13号 313 表决法案 众议院已经通过了 这个法案是3月5号提案 3月7号 通过这个美国联邦众议院的 能源与商务委员会 House Energy and Commerce Committee 通过了这条 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程式侵害法案 3月7号当日 是以50比0 跨党派无意义通过的 三点要求 TikTok的中国母公司字字跳动 6个月 180日内 不是那些坊间完全翻译错了 180日 即6个月内 从TikTok撤资 然后这个字字跳动 有163日的 異议期 OK 即是说我今天起 通过法案 通过了之后 180日 6个月之后 你要撤资 你可以 Descent 即是说有異议 通过法案之后 数163日 你可以異议 例如164日 你不能異议 就等多 十凌日 就会生效了 明白吗 这个 Bang 就会在 通过法律之后 180日之后生效 但是你会在 通过法律之后 有163日的 異议期 很多现在的中文媒体 翻译错了 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但是你180日里面 你要去Divest 即是你要撤资 你要释出股份 那就找人买你的 说真的 你在这样的情况下 即是叫做 哎 你自己 拿来衰 人家买你的东西 那就好玩了 人家出什么价钱买呢 你急于求售 急于求售的话 这个价钱就正了 两家大公司 alphabet一个matter alphabet就是google Badmatter就是facebook 很想买你做其他的 不止两家的 就很多其他的美国公司 想买起这个 这个抖音 即是TikTok 好 那你就将我的价格按下 如果今时今日 你自己找到买家去 卖的话 卖出一个好价钱 你要等到 即叫做 啊 敬酒不饮 那喝佛酒 人家只要禁止你的话 那价钱一定大幅回落 我看看现在呢 字字跳动 会不会 现在就去 M&A 卖走自己的股份 求个好价钱 如果你180 如果真的要 敬酒不喝喝佛酒 弄一个法例出来 逼你在法例通过之后 180日来撤资的话 如果你不撤 结果是什么呢 禁用 不止现在美国的联邦官员 议员不给用 公务员不给用 重要 是全美国都禁用 怎么禁用呢 Apple Google 和其他公司经营的应用程式商店 App Store 不能再合法提供TikTok 你没有了App 你的TikTok用量很少 你可以 开个网站的 在中国继续搞TikTok的单 你不可以提供App 没有了App 哇 就是 哎呀 我要看电视 我要看Shots 我要看TikTok 那帮人就哭哭 到叫苦连天 智智跳动 就是这个中国的母公司 拥有的应用程式 也都不能够提供 网络托管服务 换言之是 网上都不行 就是App Store 又不行 我都不行 基本上就是 禁用 全美禁用 第二点 设立不到程序 给行政部门未来有权禁止 行政部门认定 由外国对手控制 构成美国国安威胁威胁的应用程式 除非 相关公司撤脱 撤断关系 否则禁用 就是给一个 Blank Check 给总统 给国务卿 去禁止一些 以后 对美国构成国安威胁的应用程式 第三 法案限制 任何 Foreign Adversary 外国对手 实际持股比例 直接或间接 事实上的持股比例 不得超过20% 即是 他要从源头上 将中资控股 这件事 switch off OK 这个议案 是众议院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共和党主席 共和党籍的主席 即是Mike Gallagher 他不会再去寻求练任 但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 前几段访问过台湾 另外 美国民主党的首席议员 克里 什纳 穆希下 Rajah Krishnamoody 他们 两个 Mike Gallagher 一个是 Rajah Krishnamoody 两个跨党派共同提案 应对中国 拥有TikTok 所带来的 美国国安 隐忧 这是个 肿瘤撤除手续 我再说多次 现在美国二十多州已经禁止抖音 美国FBI Christopher Ray 非常雷厉风行声明 接着看到 Nancy Pelosi 亦都是 看到台湾很多重要的人物 比如北美洲 台湾商会众会会长 江俊林 乔武委员 张震辉 和许嘉诚律师 接受到前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的邀请 参加关于这个议题的记者说明会 Pelosi一致台湾的坚定支持者 而且这次在立法过程中 扮演关键角色 他的记者会上几次提到 台湾近期的总统选举 指出抖音 对选举的潜在影响 影响台湾大选 影响美国大选 影响中国 中国没有大选 影响美国大选和台湾大选 美国 一亿七千万用户 美国就差不多 一半人口 都是用抖音的 绝大部分是年轻人 台湾 2300万人口里面 有成 500万 至700万 左右 你当个中位数 600万 是用抖音的 换言之 有接近四分之一 甚至超过四分之一的人 在用抖音的 虽然比例上比美国低 但是不可 小看的 尤其年轻人 看很多抖音 于是觉得 蓝绿一样难 换人造造汉 阿民哲 厉害 白色的力量 正气 蓝的又坏 绿的又坏 投白票 投白 赢一票 不是投白 投白赢一票 这个就是 整个中国的认知作战 介入选举 抖音 是很重要的一个 源头 你看看这一件事 是很重要 而且我会觉得 这件事也配合到 最近雷蒙多 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訪问菲律宾 去见小马可思 菲律宾总统 基本上加强了 因为 前几段 中国 海警船几手 去围着一个 这个 菲律宾的 运输保级 不断吹水枪 弄得玻璃都穿了 美国现在 集行马 八邦小马可思 为什么 美国有两样东西 一 就是苏碧湾 希望重新 驻扎美军 在苏碧湾 苏碧湾 几百年历史 我想百几二百年历史 之前美国驻扎在那里 超过 几十年 即接近一百年 有些美军的一些 有关的东西 希望重新注册 如果是真的话 小马可思可以说 站在亲密的一边 另一个地方 当然是巴丹岛 就是 在菲律宾和台湾之间 这个海峡里面 有个巴丹 属于菲律宾 很可能那个地方 部署 飞弹 甚至没有 美军进驻 在那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 分分钟成为 去 洞下 实际上 中共 不可以侵入 台湾的 前哨 记得 夹实南海 夹实台海 夹实东沙 所以很清晰 这个就是 美国的新策略 无论大家 多不喜欢拜登 包括我的作用 我自己都觉得 这件事值得肯定 好了 这件事里面 我们更加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更加需要注意的是 美国是跨党派的共识支持 但千万不要给那些 美国的 阻交媒体 去引渡 误渡 什么叫共识支持呢 无论民主党和共和党 都不会主张 去禁止抖音这个平台 他们的主张 是禁止中支持有抖音这个平台 行不行 OK 即他不会禁止有华纳套在这里 但他禁止 共产党拥有华纳套 行不行 即是华纳套你几不喜欢他也好 是他有很多问题 抖音也是抖音的好与不好 这个不是重点 所以 拜登 美国的民主党籍的总统拜登 都会 是用这个 TikTok 去宣传 他的总统选举 都被人质疑 为什么你说 对着TikTok 你都在那里继续用TikTok来选举 当然啦 这个是野起一个疑问 因为现在的TikTok 是中资控制的嘛 OK 但TikTok这个平台本身 并不是民主党要 针对的对象 他的针对是 the Chinese capital and control should divest from TikTok 要赶着中资 这个是民主党的基本见解 共和党呢 一模一样 TikTok 不是很像左派媒体那样说呢 哦 要容许中资那样做 错了 你看清楚很多的报道 TikTok 写一份报告 他们的团队 就是TikTok 是支持 禁止这个抖音 由中资控制 OK 你从2020年他在位 那时候已经讲过 要禁绝抖音的 由中资控制的 不是禁止抖音 是禁止中资控制抖音 这个立场 至今不变 OK 禁止中资控制抖音 但他不认为 大家要禁止抖音 OK 不认为禁止抖音的原因是什么呢 很多人在用 很多年轻人在用着 将中资剷除了 就要紧要了 为什么要铲除中资呢 三个原因 第一 抖音短影音 即shorts 它推播 不纯粹是演算法自然AI推演的结果 而是抖音里面的员工 可以manually 手动设定推播哪些东西 有些字 比如说 维吾尔 他一般给 IG里面 这个短影音 少九分一的流量 另外比如说 香港 亦都少一个非常大的比例 你TikTok 看不到香港的片 但是你在 Facebook IG 甚至你看到 在YouTube 比较多 比如你看到我这些东西 都不会 TikTok 被人吹捧 我都不稀 我都没有用过TikTok的 亦都没有这个应用程式的 比如天安门 香港 维吴吾尔 这三组字 做个search 在TikTok 极少 比例上 IG Facebook YouTube 比较多 很多倍 OK 这是事实的分歧 换言之 你可以manually 去决定推播的话 在中共大领导之下 中国就可以决定 你看到什么 老大哥 决定 放什么 给你看 以抖音 看到解放军亲民互动 成为热播 影片 这是大外宣 同时 当然 中国可以决定删除什么内容 同时 中国官方按照中国的 国家情报法第七条 要求 民企交出资料的时候 民企需要交出 虽然 TikTok 抖音的CEO 信誓旦旦旦说 这件事是没用的 我们是不会交资料给中国的 各位 法律写在这里 你违法还是合法呢 你做违法的事 有可能吗 在中国的刑隔细禁之下 字枝挑动 TikTok 和中介的东西 和公安国安的AI大数据系统 互相联系 上传TikTok的资料档案 可以被中国共产党 各国安公安等部门 传取使用 甚至转为被中共监视 《纽约时报》也报道过 有美国的记者 有美国的媒体 已经被建出他的 个人资料 被起底 当香港立反起底法 你看到 中国不断的 美国记者底 你看得到 基金 前后不一 完全是 霸凌人家 抖音 亦触准了使用者的习惯 让使用者沉迷 没有把关机制 第三 抖音在关键时刻 就会来洗版 洗信息 充流量 但搞真假参集 资讯的阴谋论 搞认知作战 搞中国很好 台湾好坏 这些 实在上非常离谱 尤其一到 大选前夕 为什么美国 这么重视 11月5号 美国大选 大选 未来 分分钟 介入选举 台湾已经 给他介入得很重要 搞到现在 白营有立法院的 八席 三档不过半 美国是不是 这样给他介选呢 当然啦 这样介选 哪个得利呢 民主党得利的机会很大 OK 因为 特朗普对中国的政策 是相当 堪弱 当然啦 拜登 就是 对中国 到现在来说 有些是 川规拜除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他很多执行方面 有很多未到位 我们以前讲过 所以你说这件事 没有进入选举呢 共和党更加害怕 所以共和党 现在控制的 众议院 通过了 过三分二 突快程序 刚刚通过了 禁止 中资控制抖音 接着到参议院 参议院发生什么事呢 第一 参议院的议长 即民主党控制 民主党的领袖 Chuck Schumer Chuck Schumer 还未决定 是不是将他排上去 这个议程 有表决程序 他都未表态 第二件事 在共和党里面 有个Ran Paul Ran Paul 有些表态 要 仔细辩论 不会 去 给 这个议案 立即表决 可能在 参议院的时候会拖 但问题就在这里 如果拖的话 一会到年尾 就已经解除了 因为 新一届出现了 那些议案 重新再排过 那就没那么快 所以现在有个变数 就是参议院哪个时候通过 今天拜登说过 一旦 众议院参议院通过了 那时候通常 众议院通过了 被参议院 参议院通过了 可能有少少不同 两党再开会 整合一个 统一版本 之后呢 再给这个 拜登呢 去签署 那拜登签署 我想都很短时间 你给他 几天内都签署了 他都同意了 他会签署的 这个是给他 资议院的 OK 就是我不会说 这件事坏 那么 川普怎么说呢 川普就说呢 我就是反对 中资持有TikTok的了 但是说呢 你要禁这个 TikTok 就不行的 因为很多年轻人在看 这个完全跟 民主党同调的 共和党民主党的 主流派 和川普这个地方同调 川普甚至加了一句 就说你要禁这个 这个是TikTok的话 那不如啦 你禁这个 其实禁TikTok 最大得益者 就是你的 Meta Facebook 鱼翁之利 他收了鱼翁之利 其实最值得禁就是 你的Facebook 搞到他当时 很长时间禁止 他这个地方贴文 而且这个Facebook 就是 Chukubut 就是这个 朱克伯格 他这个针对这个 侵侵来说是相当严重 当然这个是 侵侵的一个恩怨 但是更紧的就是你知道 Facebook有他自己的演算法 但是Facebook 说到没有 不是一个涉及到 国家安全的问题 他不会好像 刚刚讲TikTok 这些情况 去做这些东西 当然 他很多的一些 社群规则 莫名其妙 去压低我 到今天都是 压低我的流量 这个很严重 YouTube有时候 我前两三个礼拜 我的影片的流量低了 都莫名其妙 被压低 现在高了 我没有做过任何事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 他自己本身有 间歇性 莫名其妙 把你的流量压低的 一种 做法 会的 OK 但是我们要Face 这个reality 不是怎样可以 使我的声音 给大家听到 这件事是 不得已冲的 一种情况 好了 他对付 川普 你说 美国的媒体 都会有这些 审查 第一他没有手动 去做 推博 OK 全部是他有AI 去做 你懂得AI的rules Play with it 你基本上是玩得很好的 我现在慢慢学 这些东西 希望会改善到 我的流量 还有这个订阅 第二样东西 就是我其实活到老 学到老 就是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 这些东西是以前不教的 我重新 看不同的YouTube片 去学这些东西 是真是现在 很努力去学 第二样东西就是说 这个 虽然美国 会是这样做 但是他不会 去危害美国国家安全 但是中国的抖音会 第三 美国不会将这些资料 交给 CIA FBI 中国会 四 美国不会 Facebook Google 不会去利用这件事 去监视我 起我底 然后卖我个资 OK 这件事是opt out的 如果你有犯法 你去告他 有司法监督 有舆论审查 但是今天 中国不会 这个就是分别 OK 中国可以不断边缘化批评者 扩大美国和台湾内部的矛盾 煽製造新的分化 破坏 或者弱化我们的民主自由制度 这个才是他们最可惡的地方 你看看TikTok 当他被 就是说 你TikTok 不可以这样做了 可能被这样 TikTok就发起一个运动 表决当天 3月7月的时候 向用户推送 通知 TikTok可能会被美国国会立法封禁 呼吁用户用打电话的方式 入到议会 被国议员反对犯案 打爆了他们所有的电话 一个钟头内可能1000个电话打进来 淹没了所有的东西 国会山庄的办公室 被TikTok用户 针对会议员 数百抗议来电 是淹没 但是这件事更加引起美国国会议员更加坚决的反制 我相信 已经不是相信 报道指出 众议员 在3月5号提案的时候 他们很多众议员收了一份报告 一份秘密报告 这个内部的报告就讲给 众议员知道 究竟TikTok一直以来对美国的 危害是什么 其实我刚才讲到天安门 香港 维吾尔这些字都是冰山一角 加州的 州的最高法院 大家看得到 他看回2017 8月到2018年10月 期间 字枝挑动 怎样去 利用TikTok 达成一些 劣质的目的 这个余英图也有有关的正义 这些东西 你看回网上 全部都有 你看回TikTok的危害 早已经知道的是印度 2020年59个中国的 应用程式比资 其中一定有TikTok 英国 英国国会 法国 欧盟 澳洲 纽西兰 加拿大 我讲的这些国家 基本上都禁止他们的公务员 以及议员 去使用TikTok 美国不是各州的一样 我刚刚二十多州 大概是一半的州 禁止公务员使用TikTok 但是要全禁 联邦的法力全禁 这是第一次初市茅路 得到初步成果 由3月5号提案 3月7号国委员会 去到今天3月13号 众议院表决成功 很难得 未来就去到参议院 参议院 有点击 特朗普 民主党的 没有讲到 什么时候排案件 什么时候表决 跟着共和党的 Ren Paul 就有一次 纽市忽化 那你说Ren Paul 跟这个Trump 就是完全是 跟个避孔出气 Trump是说 你这个 Facebook meta 一样这么坏 要禁就禁你了 其实 是不会禁Facebook的 你知道他的大嘴巴的性格 就是这样做 重点在哪里 他2020年一开始 四年前 他做总统的时候 已经开始 禁止中资持有TikTok 这点到现在都不变 就不要恶恶 Trump 就说 Trump支持放生TikTok 没有这样的事 你不要看完 垃圾报道 他很清楚 一个事实 他写了报告 呼吁 禁止中资继续持有TikTok 是希望保有TikTok 但是没有中资的TikTok OK 要禁的 就禁其他 不要禁TikTok本身 他支持 支持 这个中资全撤 你敬酒喝的 现在撤 买个好价钱 罚酒的话 你要喝的话 可以 搞到禁令来了 你要在180日之内撤 那你中间有163日可以意义的 但基本成功机会不大 那你基本上180日内撤 那个时候 你要撤 你都卖不了价钱 即是说你不撤的话 这个价值是零 这样的情况 买家的出低价 和你买 你占卖TikTok 占卖TikTok 即Bitedness 要占卖TikTok 给美国的公司 是不是美国公司 可以找一间中国公司去买 你说呢 这个是个大问题 所以我说 很多的tricks在 后面在玩的 而更加重要 这个法案 第三点 我再说一次 中资不得超过20% 和不能够有controlling sticker 这是很基本的 好了 在这个情况下 那么 你知道TikTok 多么用心 可护 未来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呢 第一 微信会不会禁呢 虽然微信在美国的量很少 就算台湾的量 都比美国多 应该要禁 我想这个只是 时间问题 禁TikTok是先 先难后议 禁TikTok是比较难的 先禁TikTok 再禁微信 这个时间问题 还有 电动车 中国制造的电动车 另外 腾讯控制的台湾的 虾皮购物 顺风快递 淘宝 是不是全部都要全面禁止呢 中施 或者 假港之真中施 另外 还有更重要的 就是起重机 美国国家 就看到 这个 近期 针对部署 在美国各地港口的 中国制造的起重机 展开调查 发现这些起重机 上面装造通讯设备 这些设备 无法正常操作 在某些情况下 就会软端传取资料 第一 控制这个机 怎么行前行后 或者它 不做事 甚至 拿了有关的资料 去搜集 big data 引发了 引发了 很多人对于外国制机器 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 构成隐藏风险的担忧 这些被安装在 汽重机上的通讯 设备 包含可以软端传取的 风潮式 调变解调器 Cellular model 先前从未被通报过的 而中国共产党有一家公司的 上海震华重工 Z P MC 製造的 大型起重机 可能带来的潜在破坏和间谍活动 相当严峻 震华重工是中国大厂 在美国港口货柜起重机市占 接近80% 而在台湾高雄港 基隆港 有它的身影 所以台湾美国 注意了 2021年 三年前 美国的FBI 联邦调查局 在一手 向巴尔的摩包启磨港口 运送的起重机船上 发现了情报收集装备 而当时的拜登政府 在今年2月 宣布 将在未来5年内 投资超过200亿美金 将以美国製造的起重机取代外国製的设备 这笔资金将会用于支持日本 Mitui 就是这个美国 日本的三井集团 的美国子公司生产的起重机 用自由国家的 货 不再用中国货流 所以看下 这个全是 TikTok的开始 后面 烟花就会放出来 我希望这个过程 尽快 尽快 尽早 尽力 尽量 做好它 OK 台湾也都要加油 而我觉得 賴清德现在什么都不说了 为什么呢 520未上任 不在其位 不谋其正 也都不想 他跟 蔡英文的关系交成 亂七八糟 也都不希望得罪美国 所以他现在看到很多美国的国内疑最近来台湾 他都看到 总之不说这些 说国内一些 民山区的约疑案等等的东西 就不会说这个 TikTok问题 那我 不会急的 但是520 两个月后 我希望 他上任 能够将这个问题 好好的解决 OK 这是无实 要做到的一件事 好严峻 美国做得这样 台湾 被中国民工武俠 甚至被主张主权 说台湾属于中国的 美国都没有说 中国都没有说美国属于中国的 但是 中国说台湾属于中国的 这么严峻 相信你都不会对这个敌对势力 一个境外敌对势力 就是中国共产党 采取断言措施的话 是不得了 应该全禁 我觉得是 支持的 不是禁TikTok 是禁中资 Divest TikTok 你不Divest 就禁 188天 6个月 给你足够 我觉得应该 那么短时间 OK 那么美国现在做这件事 希望水到渠成 这个跨党派共识 我都讲过 3月7号 共和党民主党50比0 没有人反对 去到众议院 基本上全票通过 那么去到参议院 会不会这样 我想会有点击 因为有些人已经表示反对 希望这些 沙石能够清除 我们不会针对这些个别的人 因为美国 我尊重他们的制度 有他们的议员 但我认为 禁止中资持有TikTok 是不论川普 拜登共和党民主党 有跨党派的意识 希望大家明白 不要搞分化 中了这些鞋 说 川普衰了 拜登衰了 在这件事上面 其实两件事 是一样的 大家有意识 都是禁止这件事 希望尽快完成 希望尽快完成 不要被那些 The Hill 那些美国媒体 带方 说 川普遭见过 那些 Bitedance 那些人 在美国公司 的人 美国公司 投资 Bitedance 那些 股东 于是 耳朵 就说 不禁 这个TikTok 这些不实的信息 不断的流传 暴风捉影 这些是 左派的伎俩 我只是说 没有这样的事 两党共识 川 和拜的共识 都是禁止中国 资金或者势力持有 TikTok 而TikTok要继续运转 不要让它停 区分中资持有 和TikTok的危害 TikTok危害 不可以用法律去处理 中资持有TikTok 是用法律来割断 OK 明白的有分别 这个是 现在所有跨党派的共识 只要 这个 Facebook Meta 要不要禁 那这些 川普的大嘴巴 那你就有它 我只是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 要禁 他们都要禁 他们最好啦 你一禁TikTok 事实上真的是 Facebook就是 发大财 是吧 尤其YouTube 都发大财 是吧 他做些Shots YouTube都没那么发 因为YouTube 正在谷的Shots 其实最发大财 就是IG 就是全部Meta 集成的东西 IG里面的Shots 真是发大财 将市占率扩大 这个是真的 但是他们这样的 科技魔兽 谁来制行他呢 这个就是问题 OK 当然 怎样都好 层次上 多坏都好 都没有中国那么坏 他们在捍卫着一个 极权政府 这一班 Meta 或者Alphabet 或者 Facebook 或者Google 只是为了他自己 本身 美国企业的商业利益 他们的商业王国 直谷集团 华尔街集团 两害 相权 完全层次不同 不能够同日 好 讲到这条先 下一次再讲其他议题